上星期淡水文化国小操场出现了许多的摊位 其实这是文化国小每年都会举办的跳蚤市集活动 而今年学校是发现可爱的校犬小白袜因为年纪大了 在身体腹部是罹患了恶性肿瘤 所以将它送到了洞保处照顾 而为了帮小白袜筹措医疗费用 校方就提高医卖所得当中的比例用来照顾小白袜 上个星期淡水文化国小操场出现许多的摊位 其实这是淡水文化国小每年都会举办的跳蚤市集活动 校长说为了要让学生与家长将家中不用的 或者是还可以继续使用的用品拿出来贩卖 学校从15年前就开始进行这项活动 但是今年的市集义卖所得 要来帮助校内的校犬小白袜 这个校犬最近生病了 长了个肿瘤现在洞保处开刀 那我们预估要5万的经费 我们很希望活动能很热络 因为小白袜就是我们家人 我们希望借由跳蚤市场 让小白袜赶快恢复健康 回到文化来 让文化更有文化 校长表述小白袜本来就有基金来照顾他 而今年学校发现小白袜因为年纪太老的关系 在身体腹部罹患了恶性肿瘤 校方将小白袜送到洞保处照顾 而为了要帮助小白袜筹措医疗费用 校方也将提高义卖所得当中的比例 来加以照顾小白袜 那我们跳蚤市场的用意就是 家里会有很多多余不用到的东西 或者是堪用但是不使用的 所以藉由这个部分资源永续利用之后 我们把它捐出来 捐出来给使用有需要的人去购买 用很少的经费可以买到你很想要的东西 让资源可以永续利用 但是我们义卖所得60%回归给班级 让班级做班费使用 35%我们捐到社会公益的 比如NGO或者慈善机构 或者家福中心 5%是我们有一只小白袜是我们的校犬 在过去每年的二手贩卖所得 全部总额的60%将会当作效务基金 而另外有40%部分会用在辅助弱势 以及照顾校犬小白袜的身上 而今年因为小白袜生病了 这一次一卖所得总共有7万多元 当中的2万多元将会提高比例来照顾小白袜 希望可以让校犬康复再度活跃在校园当中 记得许多安音应该是三方报道